作者 默默 演播人 俱武八雅居 第2360集 抵丹师 基英 去道歉 杨开将李轩往旁边一丢 正好丢在祝勤脚边 祝勤诧异地看了杨开一眼 心弦莫名一度 这是在替自己出气吗 毕竟以杨开如今的身份来说 遇到这种事 最好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如此才能平稳度日 可他竟是不由分说地揍了这小子一顿 还让他来跟自己道歉 他不是特烦自己一直躲着自己吗 这是干什么 一时间祝勤心里乱乱的 李轩亮呛起身 乖乖地在祝勤面前站好 深深地一鞠躬 声音诚恳道 这位姐姐对不起 是小弟刚才唐突了 还请姐姐大人大量 不要与我一般见识 我就是个小孩子 什么都不懂 姐姐不要生气 被暴揍一顿 李轩一下子像是换了个人一样 别提多乖乔懂事了 助情皱了皱眉道 没什么 确实没什么 这小子之前想对他动手动脚的都被他躲过去了 压根就没吃什么亏 反倒是他被杨开打得有些不成人形 谢谢姐姐宽宽宽大量 李轩一脸感激 然后转身走到杨开面前 陪笑道 这位大哥 小弟已经道过歉了 那位姐姐也原谅我了 你看 杨开迷眼道 嗯 不错 如此可救 李轩笑呵呵地说道 大哥过家 若是无事 那小弟就先告辞了 灵药你不要了 杨开瞧着他 神色耐人寻味 李轩一拍脑袋 甘笑道 差点忘了 这可是师尊交代下来的任务 杨开微微一笑 将之前准备好的空间戒丢给他 说道 药单上的灵药都在里面 你自己点点 不必了不必了 大哥的为人 我还是信得过的 李轩说着话 不迭地将空间戒收起 又取出了一个空间戒来 递给杨开道 这是买灵药的元经 大哥你点点 杨开嗡了一声 接过空间戒 神念扫过之后 抬眼朝李轩望去 开口道 这数量有点少啊 你确定你家师尊 只给了这些元经 那药单上的灵药 数量不菲 档次不低 按杨开的姑色 最起码也是 两千万上品元经 可这空间戒的元经 不过只有一千万 而且全是下品元经 这简直就是天差地缘 这简直就是天差地缘 李轩一阵 贤急善笑道 拿错了 拿错了 这个才是师尊交代下来的 说话间 联盟给杨开换了一枚空间戒 这次元经的数量倒是没什么差错 而且还多了一些 差不多有两千五百万上品元经 看样子确实如姬瑶之前所说 药单谷虽然让北域各大宗门 代为收集零药 但绝对不会让这些宗门吃亏的 所有的药材都会按价购买 甚至还略有多余 毕竟这事关乎到 药单谷和庙丹大帝的名誉 药单谷的弟子也不敢乱来 不过杨开确实知道 如果问情宗还存在的话 这叫李轩的少年 从问情宗手上买灵药 需要付出的 只是那第一个戒指的元经 李轩明显是想占便宜 两千五百万上品元经 也不是什么小数目 所以他才会准备两份元经 两枚戒指 不过被杨开狠狠教训一顿之后 他哪里还敢在这里讨野食 营火两起 李轩当即提出告辞 杨开自然不会去挽留 少年寄出楼船 贫须欲风飞了上去 却有一番潇洒 如果不是脸颊肿得跟猪头一样 倒也算得上是一表人才 诸位大哥大姐再见 李轩站在甲板上热情洋溢的挥手 一路走好 杨开笑呵呵的回应 李轩预使着楼船迅速飞去 转过身的刹那 脸上的笑容迅速收敛 化作一片冰寒 你想干什么 姬瑶忽然横身挡在了杨开面前 挡住了她的去路 冰冷的毛子仿佛一把泪肾 冻穿杨开的心扉 看进她的内心深处 这忽然的举动 让花青丝和祝勤都惊恶不已 不知道姬瑶什么意思 寻来无事出去晃晃 杨开抬头看天 有些不敢直视姬瑶的眼睛 我跟你一起 姬瑶道 我就是随便去走走 你跟我一起做什么 杨开瞪着她 我也想去走走 杨开咬牙道 我想女人了 我去找个青楼潇洒一下 你也要去 想女人 姬瑶冷笑一声 行啊 跟我回冰心谷 只需要你占庇一呼 保证会涌上来 上百个冰心谷弟子 把你淹死 杨开擦了擦 河头上的冷汗 不至于吧 冰心谷弟子 不是都讲究清心寡欲吗 男女实信有什么好避讳的 别的不敢说 我有几个失职挺崇拜你的 你若是想 我给你安排 保证他们心甘心愿 这师叔做的 真是贴心到位啊 杨开忍不住 吞了吞口水 差点没一口答应下来 忽然察觉到一旁 两双火辣辣的目光 到嘴边的话又咽了下去 怒道 梁家少女有什么意思 本少就喜欢青楼里那些残花败柳 玩起来才过瘾 够了 姬瑶是气得花枝乱颤 虽然杨开不过嘴上说说 没有真的付诸行动 但她还是觉得有些无法接受 而且听杨开这话中的意思 好似她是青楼的常客一样 你猜够了 你这般胡搅蛮缠搞什么东西啊 我已经有个根屁虫了 你也要来 我还要不要活了 杨开瞪着她 祝情皱眉不瞒道 你说谁呢 把话说清楚啊 说的就是你 有意见 杨开看向她 祝情一扭头 轻声嘀咕道 你以为我愿意啊 姬瑶轻轻冷笑 别想混小事听 你想出去逛青楼是假 杀人灭口才是真的吧 花青丝一惊 杀人灭口 杀什么人 灭什么口啊 花青丝话一出口 猛然醒悟过来 惊悚地望着阳开道 哦 公主 你该不会是想 无缘无故地忽然要杀人灭口 联想到之前发生的事 对象是谁 已经昭然若揭了 不禁为杨开的胆大包天 而感到震惊 那可是 耀丹谷的弟子呀 怎么就能想着杀人灭口呢 真要是做出这样的事 耀丹谷岂会善罢甘休 胡说什么呀 杨开失口否认 没有的事 妖儿 你联想力怪丰富的 那你为什么不敢看着我说话 鸡摇冷哼 看你就看你 我怕你啊 杨开一转头 眼睛瞪得如鸡蛋 恶狠狠地盯着鸡摇 面前的美眸 清澈无瑕 白净得如一汪清泉 自己的影子清楚地倒映在其中 长长的睫毛点缀 宛若舞动的精灵 显得愈发 纯净脱俗 急遥冷笑 你以为瞪着眼就显得不心虚了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 我在想你在凤罗宫里 你脱光衣服 浑身赤溜溜的样子 那小子一看就不是什么省油的灯 表面上被你揍了一顿 前居后宫 服服叠叠 实际上心里早已恨死你了 他年纪小 城府太浅 以为做做样子就能门哄过关 其实你我谁不知道 他憋了一肚子坏水 准备回药丹谷告你的状 你是想来个死无对症 所以才想去杀他灭口吧 杨开沉着脸说道 都已经这样了 你还有什么更好的解决办法 这次他倒没再否认了 只是他就奇怪了 自己有表象的这么明显吗 怎么急遥一眼就看穿了自己的想法 那也不能杀了他 急遥皱眉道 你若真的杀他 那才是麻烦 或者说你之前就不应该那么打他 如今娄子捅出来了 你不想这解决就罢了 身为义工之主 居然还要这般莽撞行事 我不该打他 杨开如踩了尾巴的猫一样 一下子跳了起来 也不知道哪儿来的小兔崽子 在我灵霄宫那般放肆 对我的人动手动脚 还敢出言不逊 你说我不该打他 我恨不得当时就给他杀了 让他活着离开灵霄宫 以示恩赐 谁是你的人了 朱婷脸红道 反正就是那么个意思 你计较那么多干什么 杨开不耐地挥了挥手 他若知道错了也就罢了 居然暗地里还想要施展手段报复 我岂能容他 冲官一怒为红颜 你们男人很喜欢这样 姬瑶口上虽然称赞 但眼中却全是计较 这与什么狗屁红颜无关 杨开沉着脸认真地说道 这是为人处事的态度 我不责怪你刚才打他 刚才那情况连我都想打他了 只是你不应该要杀他灭口 姬瑶抿着嘴 态度缓和了一些 我还没做呢 这不是被你拦下来了吗 杨开撇嘴道 你说做了那就完了 那时候就算有理都会变成没理 姬瑶叹了口气 我看你是被怒火迷了心 才会想干这样的蠢事 你说什么就是什么了 杨开摆出一副死猪不怕 开水烫的架势 耿着脖子任由姬瑶说教 姬瑶又好气又好笑道 你闯荡星界也这么多年了 难道还不知道 这些少年得知的人的心态 他代表不了药丹谷 他不过是药丹谷的第二代弟子而已 第二代弟子 杨开眉头一扬 姬瑶汉手解释道 嗯 药丹谷是妙丹大帝清修之地 他门下几个清传弟子才是第一代 各个都是地丹师 在炼丹枝树上的遭遇极深 妙丹大帝也早已不收徒 他那几个清传弟子收下的弟子 便是第二代 那个李轩自然就是其中之一 这么说来 其实好像也没什么大不了 杨开摸着下巴若有所思 他所忌惮的不过是妙丹大帝 如果真如姬瑶所说的这样 那确实没什么大不了的 这李轩跟妙丹大帝还隔着一代呢 他所能依仗的 不过是妙丹大帝的一个清传弟子 帝丹师嘛 他也是帝丹师 谁怕谁呀 更何况 今日之事说破大天 也是那李轩自取其辱 依仗要担顾弟子的身份 太过嚣张跋扈 他的师父若还明白事理的话 就不应该会责怪杨开和灵霄宫 当然也不能指望人家感谢 自己的弟子被教训了 心里肯定会有点不舒服 若是小肚鸡肠之人 说不定还要来找麻烦 如此 你还要去杀人灭口吗 姬瑶问道 杨开哈哈一笑 白手道 你说什么呢 什么杀人灭口啊 这么惊悚的话 你也说得出口 本公主扫地恐伤老以命 爱惜飞蛾 杀赵灯 怎么会干这种事 三女琪琪翻了个白眼 虽说不用太过启人忧天 但也不得不妨 我还是先回冰心谷 帮你打探一下消息吧 那李轩的师兄 如今就在我冰心谷 姬瑶想了想到 也好 杨开点点头 姬瑶转身雷去 杨开偏头看向一旁 开口道 藏了那么久 你干什么呢 还不滚出来 那边空气忽然荡起了一层涟漪 如一枚石子 被丢进了平静的湖泊之中 涟漪扩散开来 露出了南门大军的身影 公主神威干事 南门拜服 南门大军一脸缠笑地走了上来 马屁少派 什么事啊 杨开挟视着他 这家伙一直藏在这里 也不知道偷偷摸摸地做什么 不过杨开也没在意 如今南门大军 身为灵霄宫的首席阵法师 自然不可能对他不利 南门大军当即道 属下为公主准备了一些好东西 什么好东西啊 南门大军黑黑一笑 神秘兮兮地说道 公主请看 杀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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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船顿空 甲板之上 李轩神色怨毒 不断地低声咒骂 今日之遭遇 简直是奇耻大辱 身为药丹谷弟子 身份尊贵 他日必定是要竞生 帝丹师的存在 如何能忍受这种屈辱 正如姬谣所说 他表面上前驱后攻 实际上一直盘算着 该如何报仇血恨 一直飞到一处无人的山谷处 他才控制楼船落了下去 收起自己的飞行秘宝 怨毒的脸色已经变得极度扭曲 感受到脸颊上火辣辣的疼痛 他狠狠一掌朝前方的石头拍去 煞时间碎石飞扬 穿梭在晨雾之中 李轩肆意地挥洒着自己的力量 似乎要将满腔的怒火和委屈 全部发泄出来 许久之后 他才气喘吁吁地跌坐在地上 从自己的空间界里 取出了一些疗伤单符响 眼珠子不怀好意地转了几圈 阴森森道 你们全都要死 华洛取出传信楼盘 神念涌动 往内灌入讯息 听众朋友们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武侠玄幻小说 《五恋巅峰》 作者默默 演播人 聚武巴雅居 更多精彩有声书 无心生出牵挂 共谁演绎着掌金格天茫 谁祝福真又算得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